每个人都曾身怀梦想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梦想碎裂之苦 现实是残酷的 现实也是温柔的 绝境面前也总有生路 毕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是吗? 电影《入恋诗再入恋诗》的开始 乐队解散 故事的主人公大提醒手小林大悟就此世界 要么继续在大城市挣扎 要么回到乡下 小林明白 这个社会上并非人人都为理想而活 大部分为是为生意而活 是为利润而活 其余则莫不关心 正如俗语所言 肉体尚不满足 和谈精神 小林告诉妻子自己的想法 没想到妻子竟意外地答应小林 跟她一起回到乡下 重新生活 如果你爱乡下的静谧与清心 那也得爱她的萧条与冷清 小林大悟的家乡山行献正是如此 身无一技之长的小林找不到工作 生活难以为继 眼看绝境将至 小林却意外地得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 入恋诗 电影 入恋诗为了生活 为了钱 忍忍就好了 也许 这辈子就这么忍忍就过去了 很快的 小林大悟当时是这样讲的 言语中透着悲伤 可当她第一次面对腐烂的尸体 她努力憋住 努力不看尸体 那破败的轮廊 努力不沾染 那腐烂的气息 可这一切尝试都失败了 选择了这个职业 尸体正是她的作品 要说不看 不闻不理 不关心 正如作家不握笔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在现实世界中 如果让人们 列出他们最怕的事物来 我想排在第一位的 必定是死亡 因为死亡意味 一切完成的没完成的 舍得的舍不得的 美丽的丑陋的 都要画上句号 结束这一段旅行 进入下一个位置 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妻儿 自己的好友 自己的后辈 自己的房子 财产 自己一生所获得的荣光 何尊严 从自己手中消失 这确实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人们的惧怕来源于此 因此 他们本能的排斥死亡 排斥与之相关的一切事物 棺材 职人 殡仪馆 祭台 甚至从事这一行业的人 比如小林大物 当朋友知道 他从事入殓师时 温和的朋友变得暴力 生怕家人染上 这种不祥的气息 妻子甚至也离家乡威胁 然而这一切 并未阻挡小林的决心 死亡并非终结 而是另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终点 然而 在他从事这一行的过程中 他发现老板并非那么黑心 而下作 公司里唯一的行政姐姐 恰恰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 时间一长 小林大物意识到 其实世界上根本没有死亡 或者说他们更愿意 趁实为告别 或者往生 在一遍一遍卫视者擦拭身体 卫视者化妆的过程中 小林大物得到试着家人的感激和尊重 了解到生命的真点 其实生必有死 死亡如同出生一般 是生命进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们体面而来 也应该体面而去 这正是入殓师做的事 其实与产科的医生并无本质区别 电影 入殓师太喜欢小林大物 一个人在小山坡上独自拉筋的场景 那太美了 那是他对生命的透露 那是他对自己的认同